闸门打开 出闸慢闸的就是裤子黄标 并且把骑士甩下马 空马在后面跑 另外没有什么前速的 还有一笔剩五 现在在前面墙领放的马匹 内侧的是九天怒雷 外侧的位置则有副一带 走势更猛 中间夹住的就有天衣无缝 在他身后还有内侧的罗马手掌 卡一个好位 外侧的位置则有钻石黄牌 是守着他在跑的 一个马位以后的外侧的位置 就是盛顶了 内侧的位置则有夺金攻略 在后面就有每位人圣 再来才是阳光行男 跟在阳光行男身后的马匹 就是追逐梦想了 远远落后的有两匹马 一匹是空马 另外一匹就是圣武了 现在在前面进入弯角阶段了 副一带仍然在控制步速 九天怒雷已经带去外面了 夺金攻略 想在里面等位出来 那更外栏的位置 现在就是罗马手掌 说实是那时快 他现在掉转码头 开始加速了 后面有每位人圣 我们现在看看 这个追逐梦想在哪里 大外栏了 现在打遍 但是马匹是有反应的 不过罗马手掌先发力 已经是抛离了整个马群 他现在在前面 是遥遥领先的 后面去追他的马匹 有三匹 但是都来不及了 罗马手掌 罗马手掌显文诺的坐起 只推马头就过终点了 跑第二的 就是一号的追逐梦想 然后是每位人圣 好了 显文诺 终于再赢一场投马了 这匹首次亮相的罗马手掌 赢得很轻松啊 后面那个一号追起来 好像这冲刺不是 没有想象中的强啊 就追不上 胃的问题了 就是这些没办法了 你看每位人圣又跑上名了 然后是九天怒雷 正常的赛果 算是正常了 那些特别冷的马匹 都没有办法 除了阳光行蓝 没有走进来 还有钻石黄牌 我对钻石黄牌 我都没想法的今天 大热倒灶的 然后他等成大热门 我都觉得很佩服了 这个结果 你看展示圈看的那个